最近大陆媒体首度曝光 中共军方法院和医院 参与人体器官交易 并逍遥法外的惊人内幕 这是继大陆媒体揭露 马三家劳教所酷刑后 又一次验证了早在十年前 海外媒体披露有关中共 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 大陆敢言媒体财经网 15号的一篇报道这样写着 被舆论简化为 卖胜买iPhone的这个段子背后 是涉及医疗系统和地方军队的 一起刑事案件 越是不透明和封闭的领域 越容易滋生罪恶 事关军方三甲医院 和地方中级法院的部分 并未在该案公诉书中出现 这两家机构并没有承担相应的责任 这篇由财经法经刊副主编 徐前川所撰写的文章披露 他在调查一宗人体器官贩卖案 政委案时 翻阅了器官中介政委的司法材料 徐前川发现 政委曾经去过山东早庄中级法院 经由一名叫做刘军的法官联系 购买过八枚肾脏 政委获得的所有肾脏 都卖给了军方三甲医院 304医院 海外明慧网2010年开始报道 一些健康的法轮功学员 被绑架到劳教所迫害死后 家人发现他们的部分器官已经残缺 不过没有引起社会的重视 中共多年来一直否认国际社会 对其使用死囚犯器官的指控 2006年 新唐人电视台 大纪元时报等海外中文媒体 大量揭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 谋取暴力后 时任中共卫生部副部长黄杰夫首度表态 称中国的器官移植供体来源于死刑犯 中国问题观察人士张建指出 中共不断报道使用死囚器官 是为了漂白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 使国际社会把中共盗取法轮功学员器官 进行移植的视线 转移到死囚上去 随后的几年里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 不断提供大陆医生 警察等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证词 中共各种涉及人体器官移植条例 和使用死刑犯器官的说法 也在变着花样的推出 中共喉舌中心网4月15号报道 中国人体器官移植技术 临床应用委员会主委 原卫生部副部长黄杰夫 13号在长沙举行的 中国国家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 人体器官捐献与获取标准流程 和技术规范讨论会上声称 中国的器官移植 依赖死囚的现象 两年之内将有所缓解 没有一个国家在用死囚犯 移植之的时候 他会用 当国际知道了这个残暴的行为 在铁镇如山面前 他无法狡辩自己的罪行的时候 他又换成另一个方式 告诉我我今后少用 就是你今天杀的人了 被人发现以后 告诉人家今后可能会少杀人 这是荒唐的逻辑 中共承认对死囚犯器官移植的话 真一点我们就不能原谅他 原深寸刑警张建华在执行死刑后 曾经带熟人去看亲人的尸体 最后一眼 发现器官已经被摘除 枪壁现场一路都有保安 六辆面包车可能是手术车 谁人都知道这个尸体应该在车上做手术 慢慢的开到火箭场 打开那个包 哇很多血 很漂亮的尼龙袋 但是他看到好像动了手术 枪壁的马上放到袋子里面 动了手术起的器官 他看到里面都是空了 此外 徐前川还旁听了在山东青岛举办的 卫生部人体器官移植技术 临床应用委员会的第十次会议 和器官捐献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徐前川很压抑 卫生部如此高层的会议 但会议的组织者 居然是某全球最大的制药企业 徐前川说 这让他联想到许多公共政策背后 利益集团渗入置身的传言 新唐人记者刘慧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